大家好,我是迷上瘾 今天要来讲的跟灵异无关 是韩国一座被称为自X的大桥 说起自X大桥 比较有名的像是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英国的伦敦桥 韩国的话则是这座马普大桥 诡异的是 本来这座桥五年期间 大概只有一百个人跳下 但是自从韩国政府为了防止民众再从桥上跳下 对桥进行大改造做了许多预防措施 结果却让跳下的人不减反正 跳桥人数暴增到六倍 这是为什么 这座桥位在于韩国首都首尔 是一座横跨汉江的大桥 在1976年7月15号通车 全长有1600公尺 以前被称作汉城桥 后来改称马普大桥 因为持续好几年 有许多灰心上智的人 跑来这里结束生命 所以被称作汉城桥 温柔用词 让我们静下心重新来过 幸运只是一时在打瞌睡 韩国政府将这些用词 幸福美满的家庭照片 只有15个人 只有15个人从桥上跳下 隔壁却增加到93人 甚至2014年 在走上绝路 温柔用词 没有成功阻止 想不开的人跳下 反而不减反正 小尚的关心安慰用语 对一般人来说 或许是温暖的 但是对一个已经想不开的人来说 每句话都是十分刺耳的 甚至可说是在嘲讽 根本就是造成反效果 毕竟会想不开的人 通常都是在生活上过不去的人 不是失恋 家庭失合 就是事业不顺 健康出问题 当他们走到桥上 准备跳下时 看到是不是累了 你很会游泳吗 哈哈的字 本来不想跳 整个都被气到想跳了吧 更别说妻离子散的人 看到别人家庭幸福美满的照片 根本就是让跳下更有动力了 最后索尔市政府想出一个办法 成功让跳桥人数减少 给大家五秒猜看看 答案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将桥的忽然增高 让想跳下的人不好跳 在2016年时 马浦大桥从原本1.5公尺高的护栏 架高到2.5公尺后 成功有效减少跳下人数 所以最后桥上那些自以为安慰的话 也都全部消除了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看完如果喜欢觉得不错 再帮迷上以按个赞分享给朋友 还没订阅的新朋友 在离开前 也别忘了订阅跟打开小铃铛 祝各位 今晚有个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